歡迎收看新鮮話 大家好 我是郭靖 我現在心情有一點不安 再加上這個月份 又讓人有一點心驚驚 今天要聊的是 台灣民間恐怖傳說 紅衣小女孩 在2015年把這個故事拍成了電影 在這個月即將要上映的是 紅衣小女孩2 我們邀請到的是在這一集 參與演出的兩位影后 高惠君以及楊丞琳 歡迎 哈囉 兩位 楊丞琳好 兩位好 可以先請兩位為大家介紹一下 紅衣小女孩2的這個劇情內容嗎 好 其實紅衣小女孩2 這一集我覺得它是升級版 這一集大家會知道 紅衣小女孩的身世 對 她的身世 然後可以看到三位女生 她們各自當媽的心情 我們都叫紅衣三媽 所以這一集的演員 都已經是當媽媽了 大家是不同身分的媽媽 那我是擁有一個15歲女兒的 年輕單親媽媽 然後我是一個 就是一個奇怪的媽媽 奇怪的媽媽 怪媽 對 好 如果沒有看第一集的朋友 是可以直接看第二集的嗎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我建議要先看 還是要先看一下是不是 萬一萬一你真的無法的話 總之就是這一集 會讓你知道 你們第一集想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我覺得 講現在的事情 然後再配上這樣的音樂 我就覺得很毛了 不會 不會嗎 所以講話要這樣子說 其實我覺得這一部電影 它是劇情片 只是不小心裡面有鬼而已 對 就是精爽的部分 好 我小心 它講得很好啊 它真的就是一個生活裡面的事情 然後只是遇到了一些 比較靈異的事情 特別的事件發生 對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電影的片段 好 失蹤人員 李雅婷 最後被拍攝到的地點 是在散任醫院的登山口 你說雅天被困在姐姐裡 是什麼意思 我就在這裡 你也許怪我 為了有你的心魔 間隔一個循環的世界 我那天看見她 誰 好微笑女孩 十八年前 所以兩位在看當下其實也有一點 剛剛會覺得有點WOW了一下 還是會有感覺 也是有感覺 每一次看感覺都會不一樣 而且我剛剛得知兩位 還沒有看過真正完整版對不對 導演不給我們看 不給看 我也不願意看 我很想要享受 一起看的感覺 而且其實兩位都是漂漂亮亮的 女生 女明星 可是我剛剛看到裡面的造型 其實有就是跟現場是完全是不一樣的感覺 裡面的造型就是屬於台風 中台小台跟龍捲風的那個差別 我又是清台吧 清台 因為像蕙君姐 我感覺妳的頭髮髮量 在那個劇裡面是 很炸 大概有三倍以上吧 因為我頭髮很長 就要把它破壞性的把它燙烘 對 然後就整個就很大坨 然後一剛燙完的時候 我覺得很Rock 我覺得很好 很搖滾 但是後來很難整理的時候我就後悔了 所以每一次為了頭髮要弄多久的時間 那不用弄啊 它最辛苦的是刺青吧 我是畫那個 畫幅肘 對 那個是比較辛苦 而且要補 它有溫度的地方就會褪色比較快 所以大概三天要補一次比較好 不只這裡 胸口 脖子都有 或全身都有 對 我頭髮不用弄啊 就是甩一甩就好了 然後也不用洗對不對 要洗啦 要洗嗎 不是黑人頭 不是黑人頭 我想說可以不用洗 好像也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還是要洗一洗 對 但是不用特別輸到現場抓一抓 因為我不能整齊 在這邊 因為這真的很難想像 這個人是慧君姐 對啊 這樣有揭髮吧 沒有 所以現在是妳就剪短了 我剪了 因為它已經爛掉了 妳的髮質 妳覺得燙壞了 就是它是比假髮還要不好的頭髮了 對啊 這也算是很犧牲很大 而且陳寗也是因為皮膚太好 還被導演嫌 她皮膚真的太好 那怎麼辦呢 因為年輕的單親媽媽 大家就知道 其實當媽媽真的很忙很累 更何況她也是社工 社工忙個案也是完全沒有辦法大力 沒有時間的 對 所以就她頭髮也不會整齊 然後黑眼圈也不會少 然後再來是要製造皮膚乾燥的感覺 因為我皮膚確實就是稍微的比較 水嫩比較亮一點 因為我覺得在這邊就不用謙虛了 有沒有出去了 有沒有出去了 所以我要做一些比較乾的效果 然後去破壞 去讓我的膚質感覺 膚況是比較像一個媽媽的疲憊感的感覺 不然她素顏完全就是童顏 我記得妳也沒什麼黑眼圈 妳該不會還要特地化黑 一點 黑眼圈的部分 我們大家都越後面越來越誇張 就是不用特別化就真的有了 其實真的隨著這個劇情發展 黑眼圈其實有時候都已經 自然會跑出來 就錄影隨行 錄影隨行就跑出來 因為像剛剛陳寗講說 妳是演一個單親媽媽 因為這個角色其實也是沒有嘗試過的 所以為了這個角色 有做什麼樣子的功課 因為之前在一部電視劇 《圖迷》裡面是演 有演媽媽 但是小孩5歲還滿合理的 是很後來的事情 對 就非常合理 妳不會想像不到 但是這一次我記得我看劇本 然後經紀人忘記跟我說 我演什麼角色了 然後我就這樣看下去 我就覺得 他們也太抬舉我了吧 我就跟我經紀人說 他們要我演雅婷 要我演15歲 我有童顏成這個樣子嗎 有 然後我就傻眼 可是我覺得還是覺得有一點點誇張 然後他就說不是 妳去看了誰 妳看錯 妳要看15分 我說 所以我有一個15歲的女兒 看錯角色 對 我看錯 因為我不覺得我會是那個媽媽 然後他就說 妳要看的就是那個媽媽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很有興趣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我 不要說觀眾想像得到 想像不到 我自己都想像不到 所以就覺得是 真的是一個挑戰 然後加上我覺得整個劇情 可以看到 每個人心境的成長 然後去認識自己的心魔 跟執念這部分 我覺得是 真的是很有深度的恐怖片 因為我覺得一般人 可能就真的會覺得 像洪衣小女孩這樣的故事 就是真的很像 我們小時候聽到的那樣子 結果沒想到就是 還有這麼深沉的故事 會有很多很深沉的部分 而且像我和惠君姐的角色 有一些尷尬的地方是 他有一些主宰這個劇情的 重點的部分是不能透露 而我為什麼會有那麼 大的女兒這件事 也不能透露 所以大家必須要 進心院去看 對啊 很多東西我都不太能講